接下来是第九节 经文这样说 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证悟 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 我们只要稍加仔细的来读经 就会发觉八节和九节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 八节可以被视为是结果 而九节实际上是原因 在八节的头半节提到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证悟 九节的前半节就告诉我们 恶人招惹神证悟的原因 原来是他们的道路 经文中所说的道路 就是恶人的行事为人 恶人先是在行事为人上惹神愤怒 被神证悟 接着这些恶人 他们即便是在耶和华面前献祭 也不会被神所悦纳 所以这两者是互为关联的 这就像《创世纪》四章七节 神对该隐所说的话一样 神对该隐说 你若行得好 岂不猛悦呢 这里行不单是指该隐与亚伯同样有的献祭的行为 此处的行还包含着该隐日常的生活 日常的为人 同样的 第八节的下半节 提到政治人的祈祷 为耶和华神所喜悦 这是因为 第九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 政治人也就是义人 他们追求公义 所以就为神所喜爱 有一段的经节 是神透过先知以赛亚 向恶人们说的 非常适合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自己去读 就是以赛亚书的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 总而言之 那些寻求神并追求神的义人和政治人 他们就为神所喜悦 因为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掌权 也由他们的生命里头 就自然结出良善的果实 所以他们的道路 连同他们的祷告 都为神所悦纳 所以细读一下八节和九节 经文实在是非常的有滋味 告诉了我们 义人和恶人分别讨神喜悦 和被神证悟的主要的原因 接下来的第十节和十一节 其实都与八节九节紧密相连 十节的经文说 舍弃正路的必受言行 恨物责备的必至死亡 恶人的道路不单单会引向灭亡沉沦 在沉沦之中 恶人还会永远受刑罚 这就是新约圣经所讲的 硫磺或糊 经文同样责备了 那些恨物责备的 也就是欲望和愚昧的人 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死亡 大家看后面的十二节就说 谢慢人不爱受责备 但相反 义人却愿意接受责备 所以恨物责备的人 必定不是智慧人 而愚昧也必引到他们 进到死亡的结局 可以这么说 那恨物神的管教和恨物责备的人 就是自甘在错谬和灭亡的路上沉沦 人对神的管教和责备到了恨物的程度 这人就没救了 第十二节就说他们 他也不就近智慧人 本节仍然是警告 那愿意听从警告的人 就仍然还有活路可走 但若是一味的塞尔不听警告 其下场和结局就一定不好 十一节紧急着说 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 何况是人的心呢 在圣经希伯来文的原文里 经文所讲的阴间 乃是死亡的人所统一去的地方 那地是阴沉黑暗的 人们认为那是幽冥的所在 没有光亮 而灭亡这一词汇更加严重 在新约这个词演变为叫亚巴顿 那是灭亡永远失丧和永远沉沦的所在 其实就是恶人罪人永远受刑的地方 阴间和灭亡只不过是时间次序上的不同 恶人在死后先去的是阴间 再下一步就要在永行当中受痛苦被责罚 然而在神的眼目中 阴间和死亡都在神的面前显露 大家不妨看约伯纪二十六章第六节 伟大的神明了阴间和灭亡的一切 阴间内部的情形 沉沦之地的情形 没有一样可以在神的面前隐藏 神伟大的权柄也在那里掌权并执政 所以经文就问道 何况是人的心呢 很多人将自己掩盖得深藏不漏 人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 他们内里的光景外人无法揣摩 但其实世人无论怎样伪装 都逃不过伟大神耶和华的剑查 第十一节的经文若是结合着八节和九节 就等于在告诉人说 无论是追求公义的义人 或是行恶的罪人 他们内里的光景都被神看见 正如同第三节所说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 恶人善人他都剑查 那么弟兄姐妹们 你和我今天该预备一个怎样的生命 活在神面前 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在天人里头 继续改良我们老亚当的生命 我们的里头必须得有神的生命 就是神独生儿子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若活在神的面光之中 就会被引导被保守和赐福 而这样的生命也会竭力的追求公义 因为那追求公义的力量 不是来自于你我的肉体和血气 乃是来自于圣灵 所以我们赞美主 他因此必负上你和我生命完全的责任 十二节的经文说 谢漫人不爱受责备 他也不就近智慧人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有恶人会恨恶责备 这是第十节所说的 恶人就是谢漫人 谢漫人所表现出来的乃是自高自大 他们从内力心怀狂傲 外面就显露出来 这样的人是不爱听人的责备的话的 只能是由他们向别人来表现出强势来 人人都要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 他们怎么会乐意受别人的责备呢 另外这样的人也不会谦虚受教 去靠近或接近智慧人 我想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 我们内心里所做的选择是 既然谢漫人不爱受责备 也不就近智慧的人 而我们不是谢漫人 我们乐意从生命里面 去接受那来自于主的责备 因为那是关乎我们生命的益处 而且我们会去寻找那属神的智慧人 然后就去就近他们 我们一旦就近智慧人 就会从属灵的智慧人那里得着帮助 得着引导 得着教导 十三节的经文说 心中喜乐 面带笑容 心里忧愁 灵被损伤 从表面上 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是在描述人 由于心中喜乐 脸上就会带出笑容来 同时也指出 若哪个人心里忧愁 他的灵就被损伤 这些经文主要的意思 其实是在勉励人 人的里头一定要有喜乐的心 因为喜乐的心是人的良药 而那忧伤的灵会使人的骨头枯干 大家可以参考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第十四节经文说 聪明人求知识 愚昧人口吃愚昧 智慧和聪明的人 以敬畏耶和华的知识为美 因此乃是一心寻求 饥渴沐沐浴 在灵里 在生命里 一直向主要 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就讲 就让我们的生命 一直向主存有着 那神圣的不满足 其实就是指 饥渴沐沐浴的心 我们乐意在神的面前 有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这个器皿 更多的被神的灵 和他活水的泉源 以及宝贝的话语 所滋润 所充满 不单单是满了 还要满意出来 这就是我们 在神的面前所求的 那我们若这样 我们就是 心求知识的聪明人 但相反 愚昧人最渴慕的 和拿来当饭吃的 就是愚昧 他们完全不以愚昧为耻 愚昧乃是他们的饭食 简直离开愚昧 他们就不得存活 而且他们还陶醉 沉迷在自己的欲望中 因而我们觉得 愚昧人口吃愚昧 这样的话 简直是太绝妙了 尤其用在形容 愚昧人对愚昧的 沉迷与享受 简直揭露的 太露骨了 太深刻了 第15节的经文说 控苦人的日子 都是愁苦 心中欢畅的 常想风艳 这一节 与13节有点相似 都是在形容人的 心理状况 表面上来看 经文是在说 人一旦是处在 控苦的日子 那便天天都是愁苦了 但对那心中 欢畅的人而言 却是常常感受到 是仿佛享受在 风艳之中 若这两种光景 让你和我来做选择 我一定选择 那心理欢畅的 我承认 按我自己的力量 不能主宰和左右 外面的形式和环境 但是我可以选择 在心里面 不去做那困苦的人 也不选择 时时刻刻 日日都活在 愁苦之中 我可以学习靠着神 做我喜乐的全员 因为一号好的喜乐 会成为我的力量 我也可以像保罗 所教导的那样 要靠主 常常喜乐 并把常常喜乐 视为主给我的命令 大家可以看 菲利比书四章四节 当我心欢喜 灵幼快乐 我的肉身就可以靠着主 欢然居住 整个的生命就仿佛享受在 风宴中一样 因为主的恩典实在是够我来用 祂是永不缺乏的神 那一切的丰盛 都在天父的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藏着 所以我立志要做心里欢喜的人 我要享受神的大宴席 要天天的时时刻刻的 有份于祂属天的丰盛 接着最后两节 十六节十七节 是连接在一起的 经文当中提到了两个强儒 这两节经文实在是太美好了 愿你和我都能将它们深深的牢记在心 经文说 少有财宝 敬畏耶和华 强儒多有财宝 凡乱不安 吃素菜 彼此相爱 强儒吃肥牛 彼此相恨 十六节的经文用 少有财宝 敬畏耶和华 对比 多有财宝 凡乱不安 当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 在写着两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相信 他脑海当中 一定浮现出 非常多的事情 神不单单 赐给所罗门 智慧 还赐给了他 数不尽的财富 但是在他比较而言 他就认为 少有财宝 敬畏耶和华 实在是强儒 多有财宝 可人的心中 却是凡乱不安的 其实少有财宝 却能敬畏神的人 就是在神面前 有知足的心 因为有知足的心 乃是大力 为什么说 会强儒多有财宝 凡乱不安呢 财宝本来不是坏东西 但在有的人身上 却成为 在生命方面 敬畏神 得丰盛生命的拦阻 保罗就常深刻的 指出这一点 在提摩太前书 六章十节 那里的经文就说 贪财是妄恶之根 有人贪爱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人若是有了许多财富 但是自己的生命和心灵 却是被刺透了的 那有这么多的钱财 一定不是件好事情 这钱财并没有祝福到他 反而还坑害了他 这就是经文所说的 反乱不安 人心生反乱 还是由于 人会担心 钱财的存放不够安全 因为会有虫子咬 会有盗贼来抢 来偷 所以 钱财 往往是拥有钱财的人 深深的被扰害 也会有意外的情况发生 例如 人外衣被坏人绑架 那么13章第八节就说 人的资财 是他生命的赎价 钱都会被用来做赎金了 但假如你没有钱 就不会有这个困扰 因为穷乏人 却听不见威吓的话 所以我们宁愿 少有财宝 敬畏耶和华 强如 多有财宝 繁乱不安 另外一个强如 宁愿 吃素菜 彼此相爱 强如吃肥牛 彼此相恨 这一节所讲的 是神子民之间的 美好生活 经文鼓励 神儿女的关系 一定要清纯 友善 充满弟兄间的 神圣之爱 就像诗篇133篇 第一节所说的 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当神的众儿女 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吃着素菜 却彼此相爱 就强如 吃的是肥牛 但是彼此 却嫉妒 纷争 仇恨 若是人 吃着肥牛 心中却没有爱 也没有良善 来对待别的弟兄 那这就不是 生命真正的香蕉 不是在主爱中 真正的团契 他们虽然在一起 也不能互相造就 更不能讨神的喜悦 因而罗马书14章17节到19节就说的好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但愿你和我都能牢记着宝贵的教训 来让我们祷告 三位一体的真神 智慧的主 我们感谢你 主 谢谢你今天将这些宝贵的话 交到我 主 我要特别要向你祈求 愿这些智慧的话 宝贵的真言 都能被我深深的藏在心里 祝圣灵也来帮助我 不单读这些话 听这些话 还能在我行走在公义道上的时候 不断的去顺服和遵行 我如此的祈求 乃是奉口我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